大家好 我是香港事業九龍塘分行專業 今天介紹一個 細而直 但在四十一效網 給大家多個選擇 為何這樣說 因為之前大家有留意 因為四十一效網 一般來說 如果小尺寸 很多都是在廣播 甚至乎北加山 北加山的選擇少很多 剩下我們主要是靠近 是街址200 九龍城一帶 交通方便 有數龍台站 加上賣業也方便 但這邊很多都不太細尺 零零射射有個賣業在街址200 基本上 所有單位都是小面積 我們說小面積是甚麼 因為它一層樓三個單位 分ABC 最小的是574尺 A B是607尺 C就是這個單位 是最大的 626尺 因為它逢何厚層 為何這樣說 因為它前梯十樓 樓上 基本上是兩個小的單位 如果以大尺寸來計 C單位基本上是很高樓層的 還有一件事 它的好地方 一會兒大尺寸去計算 它身高樓 樓底有88尺 加上 車廳 足足21尺 乘9尺 有150尺 主要說 不計那個社區間 基本上 都有133尺 差不多是9尺乘14尺 所以 它的優點是甚麼呢 放大廳大 所有的優點 基本上都沒有浪費過 還有一件事 因為很多時候 它們都沒有露台 基本上 它們對樓廳 不不止 兩邊有小樓盤 即是有 一些套館的尺寸 還有一個優點 很多樓盤都沒有 四邊都有槍 即是不知道 東南西克也有 不說那麼多 大家先看看這個單位 完全是很方方正正的 剛才說過了 它們兩邊有對樓窗不止 它簡直是有兩個露台 所以兩邊都有景觀 以及很通爽 這是第一個優點 第二個優點 剛才都說過 它們四邊都有槍 你看得到 這邊有三邊槍 這邊有箱 四邊都有槍 加上 方方正正 只是一個廳 都差不多有190尺 剛才都說過 足足有9尺乘21尺 至於房間 它們有兩個大房 一個套房 客廳 這個客廳 都很長很大 其實如果你要把它做回兩個房 絕對都不是難的 這裡來計 就是一個主人套房 剛才說過 這個主人套房 足足十四尺乘9尺 即是這裡看過去 十四尺乘9尺 足足不算 那個洗手間 都有130尺 這一個就是套房 整個房子 方方正正 四邊有槍 這邊向南 這邊向東 這邊向西 廚房 還有一個槍 這邊向北 基本上東南西北 是齊齊的 廚房 那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